听奥运9月就要登场了 以孔雀舞文明全球的舞蹈家杨丽萍 他所领导的云南映像舞剧 也将要在8月29、30号两天 在台北小巨蛋演出 要为听奥暖场 杨丽萍的孔雀舞世界文明 这一次为了9月即将要登场的听奥 更提前来做暖场 同时为了台北听奥的选手加油打气 现场还会跟台北听奥舞者来互动 曼妙的声段还有舞姿令在场人士倾倒 云南映像光是在中国大陆就演出近2000场 整出舞剧男花了10个少数民族的舞蹈素材 并全数采用原住民族以及素人舞者来单纲 使用皮股超过60多个 面具则超过120多个 这一次为了奥运 要在8月29号30号两天 嫌震撼小巨蛋 所有的服装都他们自己设计的 非常非常漂亮 而且这个自己动作是非常的有力量 那我想主要是因为我们希望 听上的朋友们 他们对于视觉非常强烈 那所以我们所邀请的这个节目 都是希望在视觉上很强烈 然后自己动作很丰富 其实在这一次的听奥不止云南映像大型舞剧 将在今年8月来台演出为9月进行的听奥暖场 从8月8号开始 也有一连串的听奥艺术乐的活动 其中包括了张慧妹 明华园 还有蓝人组 以及云南异象 就是要邀请您一块来封听奥 中天新闻张药与郭建信 特别报道